明宜古街 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明宜古街 明宜古街它位在金门城的北门 它在北门外的翁城呢 这条老街非常非常的完整 金门城呢建在明宏武20年1387年 朱元璋命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东南沿海来屯兵 金门在那个年代是一个金氏重镇 明宜古城呢到现在呢仍然仍然住的非常多的外来人口 在明朝它的君户规定叫做不在籍当兵 意思呢你是君户 你不能在你的户籍所在地当兵 意思来到金门城呢都是外地来的君户 当时的君户都是有钱人跟大户人家 这些人呢他的儿子来到金门当兵 都会非常非常的想家 所以呢他们会带了一些家眷来到金门 然后这些家眷呢城里头都是君户 所以呢他们在城外呢建了这一条老街 这条老街保留的非常非常的完整 有机会来此看到当时的庶民生活 百姓呢他们的生活起居 都在这条老街可以表现无遗 有机会在这条老街走一走 让我们回想当年明朝的生活 会让我们留下无限的怀念 会让我们留下无限的怀念 好 好 好